过度的焦虑,真的会拖垮你的人生 面对焦虑最好的方法是对症下药 教你几个缓解焦虑的小技巧 一、爱上运动 当你焦虑到不能自已时 不妨让自己动起来挥洒汗水 散步、打球、爬山、慢跑、跳舞都很不错 运动还能释放体内堆积的毒素 让你看起来更年轻、健康、更有活力 二、当你陷入困境感到焦虑时 不妨和大自然来个亲密接触 走出去感受黄昏、落日和晚风 在宁静中体会纯粹与美好 一草一木都可以让你心情愉悦 烦恼一扫而空 三、觉得生活不如意 别钻牛角尖 静下心来、读读书 在别人的故事里找到自己的影子 用别人的经验调整自己 当你见过不一样的人生经历 你会发现眼前的困难与烦恼不值一提 面对焦虑的情绪 硬扛只会越来越糟糕 最好的办法是对症下药 寻找适合的途径去化解